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年终各大晚会扎堆 群星齐聚的养眼场景自然不会少 现在两台联播的真心夜晚会现场直击 看看谁抗住了直播镜头的考验 又有谁状态拉垮表演翻车 四位主持率先亮相 华少在主持阵容里胖得很显眼 体格几乎是身边男主持的1.5倍 静静镜头下 他的双下巴堆叠几乎都看不到脖子了 按这个趋势发展 他可能会成为前锋2.0 小平女王蔡明 那次没有表演擅长领域的节目 他踩着十多厘米的高跟鞋 头戴黑纱 写诗演唱姐就是女王 年近60岁的蔡明 脸上的岁月痕迹确实明显 鼻子两侧法令纹已经很深了 但是一身黑衣的他 依旧有女王气场 之后蔡明还搭档小鲜肉 一起同台现唱共舞 他踩着高跟一起摆动 活力十足毫不舒震 蔡明是暗黑女王 那么景田就是淡雅仙女 他一身纯白纱治理群亮相 虽然款式简单 但是正好凸显简约大气的气质 出场就有仙女既视感 对脸镜头大甜甜也抗住了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几乎做到了零瑕疵 人间富贵花果然名不虚传 富气荡的吉娜郎郎晚会合体 吉娜孕后的状态一直不错 这次晚会 他穿了淡色花朵刺绣礼裙 抹胸设计绣出优秀的肩颈线条 他不仅数再次秀出了小蛮腰 之后他们一起线上四手连弹 吉娜换了一身红色旗袍 背影的细腰十分瞩目 不过身边的朗朗就显得很庞大了 与吉娜画风不符 不仅是朗朗 这场晚会里的男性状态 都有些拿不出手 薛之谦作为晚会表演的常客 这次晚会也安时亮相 按上来就是令人窒息的对大脸镜头 皮肤毛孔清晰可见 发际线堪忧 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接下来的表演更令人迷惑 薛之谦掉着爬上高空 又像退休后行动迟缓了的支柱霞 可能是这样高难度动作的影响 薛之谦的演唱槽点满满 不仅颤音明显 还有几处假音破音了 简直是灾难现场 演唱到入情处 薛之谦还向镜头展示了自己深刻的抬头文 三道横杠在发光的额头格外明显 曾经的补装男神罗云熙 最近也有些瘦得过分了 跟你嘉宾同框脸都是最小的 他的两颊明显凹陷 显脸长不说 还有种提背气发的感觉 静静顶流张哲瀚的状态还算可以 黑色香钻西装很显身材 他在现场连唱两首歌 发挥稳定 昔日顶流黄子涛 格子西装内搭白色背心 黑色紧身裤将腿热得有些显腿粗 远景镜头有些五五分身材的感觉 静景对脸 黄子涛表情有些提背没有精气神 有的镜头里 他的脖子和头都一样粗了 在晚会组团出现的 由TF家族的三代团 演唱了TFBOYS的成名作青春修炼手册 这是他们首歌外务舞台 他们青涩的模样和嗓音 让人梦回王俊凯 王源 易阳千玺这三小只曾经的表演现场 TF家族里 一代团合体困难 二代团集体考试 所以这次时代风俊放出了 还是练习生的三代成员 这个成员 最大15岁最小13岁的组合 拉低了晚会全场的平均年龄 养成系男团又要有新血液了 当天团体出现的组合还不少 除了TFBOYS的师弟团外 还有今年唯一出道的选秀男团Inter E 他们的出场方式很新颖刺激 11个人掉在半空慢慢降落 那高度观众看了都心惊 落地后 这组男团再次为观众带来惊吓 集体浓妆糊面 眼妆比女明星还浓 表演时他们还时不时的咬唇 邪笑吐舌头 表情油腻到让人不忍之事 总的来说 这一场晚会 女星状态在线 男星各有缺陷 从最近红毯到活动舞台 男星的拉垮程度 让大家不由发出感叹 舞台和红毯都是圈内的照妖镜 也希望各位男星做好形象管理 提高业务能力吧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小雅